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歌是三宝颂 你会感觉如何 我请大家先设想一下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今天要请大家欣赏的 这是在今年 2023年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上 在缅怀师父 整个会议要进入到尾声的时候 我们要呈现 就是送给师父礼物 其中第一个呈现的 就是这一首 有21国语言的这一首三宝颂 那当然这是来自纽约协会的会长 这个也是朱利亚音乐学院的教授 陈陈慧 我们的Jenny 她真的 我要讲她很有感恩的心 然后很孝顺 她要 真的像她讲 她要报恩 她要 她太感谢师父了 所以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然后去做准备 当然这还是要需要很多不同国家语系的人的协助 那么之后她就完成了这一首歌 这一首歌 她其实是单独的用21国的语言单独 但是今天她是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她把这21国语言 每一个语言抽出一句 然后就把它剪辑在一起 变成一首歌 那我听的是很震撼的 就是可以用这么多种语言 然后来唱一首歌 而且是三宝颂 这是礼战三宝 这是希望佛教有一天走到全世界去 现在当然在全世界 但是用当地的语言来演唱三宝颂 那种感受就是很不一样 所以她用这一首 就是大概前后 所有语言加在一起 那最后面还有一个英文的 还有中文的 当然这要感谢 就是有 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儿童和唱团 还有大都会的这个管弦乐团 还有弦乐团等等这些 来帮忙演奏或者演唱 所以呈现了这一首歌 所以待会儿请大家欣赏 那我就顺便提一下 昨天在缅怀师傅 他分上午跟晚上两段 上午就分不同场次 就是在宗族殿 在四楼的藏金楼 还有其他 然后大家分享 那我也主持其中一场 其实真的很温馨 然后分享的人都忍不住 一讲起师傅 一看到那个画面 真是气不成声 真的是很感人 那总是大家对师傅的怀念 没有减少 反而因为这样就 觉得师傅我要更用功 我会更精进 我会更勇猛 我会更承担 大家的那个 那个反而力量都被激发出来 那大家互相鼓励 那晚上就跟我们人间音乐 很有关系了 就是听师傅的话 是不是说想念他的时候 就来唱人间音乐吧 所以在这个缅怀大师的这个活动里头 有一个礼战歌勇 然后来自全球各个不同的佛光合唱团 大家来为师傅献唱 真的是很欢喜 那各个团队 人都 人多上百人的 我们北美佛光合唱团 因为是几个 在北美洲的组合起来 上百人 其他人也不少 六十几人 八十几人 好大的团队 那也有呢 二三十人 但是那个声音好美 但是我最后我觉得很高潮 就是荣师傅说 其实已经九点了 应该要结束 但荣师傅说 好像还有一点时间 然后荣师傅就点名 请一空法师 请会传法师 他们来献唱 之后还有陪和尚 这样子 真的 我就觉得那个气氛 师傅一定 师傅很高兴 徒弟们这样一起 真的很 很像一个家庭 而且是一个超大的家庭 这样子讲 好 那总是很欢喜 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的人间姻缘 这一首有 准备了八个月的时间 然后有二十一国 不同语言 然后把它剪辑成 剪辑就在同一首的三宝诵里面 大家一起来欣赏 而且真的要赞叹成会 好了 我们欣赏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潤 阿佩 阿玛阿玛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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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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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